原来秦始皇并没有统一中国 他只是灭了六国 还有一个小国在苟且偷生 各种缘由令人惊叹 公元前二二一年 始皇嬴政一统六国建立秦朝 他灭掉了几乎所有诸侯国 唯独留下一个小国 魏国 魏国疆域极小也没啥实力 嬴政并不是不敢动他 而是故意留下的 因为魏国是秦国功臣商鞅和吕不韦的故国 一直到秦二世 魏国在彻底覆灭 所以严格来说 真正统一中国的竟然是秦二世 不害 也不会认可这种说法 嬴政保留魏国是他手下留情 且魏国也一直听命于秦朝 算是名存实亡 始皇帝沸纷纷创地址 书同文车同轨 如果没有他 今日之中国恐怕就跟欧洲一样支离破碎 他让中华大帝所有子民 都紧紧团结在了一起 这难道还不叫统一吗 可笑的是 嬴政这么个千古一帝 居然还被误解了两千多年 有人指责他暴力无人 可实际上他从未杀过一个功臣 简直是历代帝王中的清流 西楚霸王项羽 曾大肆屠城不下五次 汉高祖刘邦也曾狠心诛杀 开国功臣韩信 唯有嬴政 对待功臣十分仁义 甚至愿意保留魏国 丝毫不顾忌 此举会影响他的统一大业 这样的皇帝 难道也叫暴力 有人痛骂他焚书坑儒 诚然嬴政确实烧了不少儒家经典 但他此举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 并无任何私心 而且他特意留下了医药 补饰 重树等实用之书 供百姓品毒 有人恨他 雄狠残暴 特爱的孟江女痛失丈夫 哭到长城 事实上 人孟江女跟嬴政 压根不是同意朝代的 孟江女是春秋时期的王族女眷 当年她的丈夫 被七国招募为兵 惨死于战场 孟江女神着素衣哭丧 这一哭竟然哭到了秦朝 你说荒不荒唐 俗话说人物完人 身为一国之君 嬴政雄才大略 弃吞山河一统华夏 这样的皇帝 被物贵成昏君暴君 实乃中华之不幸